我看的那個情形跟今天的這個情形 其實是一東一西都是一樣 大家都是很希望見到捷運的建設 可是對於說要不要參加這個聯合開花 就是納入這個土開可能是有意見 那這一點大概是 我是想說表達一下這個也讓大家有一個了解 本來這個聯合開花也好 或者是說是不是參與這個 就是說趁在做捷運的時候畫一個範圍 那裡面取得一些捷運通風口出入口 這些必要的設施的用地 那麼所以就必須要用到 那麼選的地點當然都是去看 可能已經都三四十年以上的這些 比較老舊的建築物 可是我們都知道在這種建築物裡面住的市民 基本上在經濟條件上是有比較弱勢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 所以我們上次花了兩個多小時 聽了三四十位的這個市民來陳情以後 有很多都是他們跟建商的糾紛 或者是彼此自己家裡有一些考量 這個考量都無可厚非 那我現在只想提出一個 就是說本來這個要不要聯合來做這個 不是趁這個機會來做這個土地開發 這個我是希望以後這個 我們的都發局應該要有比較 更深程度的介入 那因為捷運它是一個施工單位 它最主要的最重要就是要拿到它的那一塊 這個必須要的工程用地嘛 所以在去畫那個範圍的時候 雖然是都彼此可能市府相關單位 都會去現場會堪 那也會有這種 大家大概都有相同的認知 比如說環境本來就是已經非常雨漏 那政府這個機會投資幾百億去做的時候 是不是又有公權力幫忙去做這種處理 比像現在士林那個文寧院那個 都是民間的這個建商 那麼去跟這個地主去談 那當然公權力介入以後 大概現在都搞得灰頭土臉嘛 那捷運是我們的國家的重大公共建設 所以政府的介入跟士林文寧院那種 好像說比較是第三者的那個角度 其實有不一樣 那因為政府是急著要做這個捷運 也是民意代表啦 當地的李民的期望 所以在這裡我先有一個資訊 是昨天在香港的場合啊 這個一個最新的 就是說過去我們是 中央是補助50% 就扣除自賞率以後補助50% 給台北市啊 那台北市自仇 比如說100億裡面 如果你能夠透過什麼東西 自賞率有20億的話 剩的80億裡面中央是補助40億 現在我知道它最新的規定是 你們台北市政府要很努力的去 所以拉到有35%的這個投資 然後起跳的補助是從32%補助 不超過50%喔 所以跟早期70年代 在80年代台北做捷運的時候 中央就是閉著眼睛就給50% 不一樣啦 越來越困難 越來越困難 中南部的人也是 一再的說你都是縱北侵南 這個所有的建設都集中在台北 所以我們今天剛剛也有很多報告說 是不是這個捷運社站太近啊 路線太密啊 那這個當然是 一般的民眾是聽不下去啦 因為是自己的問題最重要嘛 那不反對蓋結 你只要不要扯到我家裡這個 我的困難 所以在這裡面那個 我在這裡只是說跟我們的民眾 大家這個有一個了解 就是說現在補助的條件 又縮得更緊 所以他們也不喜歡說是去畫人家的地說 是不是來做聯合開花啦 但是現在又規定 如果你拉不到35%的這個自酬的這個比例的時候啊 那你這個要拿中央的補助款就顯著降低 所以我想他們這個只要能夠找到那個用力 我拿得到就好啦 那我何必去改一個這麼大面積的開花 那站在民眾的角度也是在想 如果我們個別找建商去做聯合開花 去昏地的時候 一個一個來啊 那不曉得要搞多久 而且這個一下子這一棟蓋 然後蓋好了以後隔壁又來拆掉 所以趁借政府的力量來替我們做 一次把它這個做完 那就是說長痛不如短痛啊 不過這一類的事情我只是提供大家知道 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考量 都有這個不得已的很多的問題 就像我們要搬一個家 都覺得是一輩子這個一年裡面最大的一個困難 好那第二個我現在是認為說是這樣子 如果說這一個問題還是不能解決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建議說 是不是你們你們捷運局乾脆就是說 沿線那個剛剛在講的那個幾個出入口 那個絕對捷運必須要的設備 就去懸賞一下看有誰啊 會要這個說我我願意啊 你出高價來給我這個買 我這一塊地就請你 我就做出入口好了 那你就只有那個範圍 那這個大概就是格局就很小啦 就是說也許花了幾百億 蓋了以後附近的房屋 還是四五十年的那個很破舊的老房屋 就像上一次你們做廣告嘛 就是說得了什麼金鐘獎 還是卓越獎還是什麼獎 反正就好多很漂亮的那個建築物等等 那這個也是我們當地民眾大家的取捨啦 那看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從上一個禮拜去看了以後 那個我們主席啊 他慢慢就也一直凝聚一個想法 我跟他想法也是一樣 因為捷運是這個百年大忌啦 如果說是為了中間一兩站一直蓋不起來的時候 整條路線就就有問題嘛 那麼這個別人又這個基於這個這一筆錢啊 那這個移到別的地方去做的話也是很可惜 何況附近的民代跟這個里長 大家也都辛苦了六七年 經過幾百次的洽談 要不然我就建議你們是也要有這個預備 就是說看看有誰 中場之下就是說 對你就來我家這裡 我這一塊就讓出來 那這個時候我是覺得我們市政府的都市發展部門計畫部門啊 應該要給這種人喔 他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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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積啦 或者是什麼的那個那個 或者是到別的地方去怎麼樣去補償他 因為他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嘛 那這個就是就要 你不能又是什麼照公告地價啊 照什麼加市城啊什麼這樣子 全體都全台北市都一樣比照 那有誰要出來做這個事情呢 所以我基本上我是這樣 那在最後沒有辦法 那我就也跟城武政委員一樣 我們也是有一個想法 你那個道路喔 花了幾百億這個道路如果說 交通部門還是很堅持說 喔我原來是視線道還是一定要視線道 那這個也好像有點怪怪啦 應該是說如果我這地方已經有捷運以後 公車路線可能就要削減嘛 還有就是說你的路幅就是要稍微 喔這個就是要變窄一點 我不要說什麼東西還是要造就 那我們這個投資的那個優先性就錯了 到底是獎勵十人的這個汽車 還是這何況這個住在那個前面 心意計劃這邊的都是台北十大豪宅 通通都是在那個地方 那些人我想他們大概很少去搭捷運 喔那這個你你路還是開的很大什麼等等 我是覺得那個也是不公平 喔所以所以我我今天是說這樣 那上一次好像是我們那個副市長 來主持大會之後我也特別有個臨時動議 我說我們市民喔有的是請假 有的福老西佑今天來這裡聽 他們很多施權的糾紛的問題 在我們法定執掌上 我們都委會都沒有權利去做那個 都不可以給人家做那個權利 因為那個不是都委會的權責 可是我們的一般市民的想法不是這樣子 但是你市政府嘛 那你又發文叫我來這個公聽會 那我來了講東西 你們又不給我們做決定 那這個誤解就非常的大 喔所以那個副市長他也有才是說 這種問題都應該由我們市府啊 自己要先去這個解決 因為只有他們才有那個法定執掌 去解決土地產權的糾紛的問題 不是都委會 都委會只是在說哪裡要做土地用力 所以我想我是不是就以上做幾點這個報告喔 那就是讓大家這個心裡 這個大家有一個比較更清楚的了解啦 那至於捷運現在說是 是不是站太短啦 站距太短啦 路線太多 我想那個都已經過去式了 大家都已經花了這個五六年的時間 那國家預算也都編了 立法院的配合款也都編好在那個地方了 那這個就趕快就不要去談這些 趕快把這個事情啊 這個能夠解決的部分就趕快就去解決啦 那就不要再去扯那個說是 是不是什麼這個公不公平 那個公不公平的問題 那你和我的報告是怎樣 怎麼都寫下來 讓我們就要